字幕志愿者 杨核桑 字幕志愿者 杨核桑 字幕志愿者 杨核桑 最多数字幕志愿者 南無畏桑 各楼式书房 一大幅格制书櫃 深色木傢俬 我们用了一个日式 混合了一个不勾的风格 去设计整个屋 你一进来会看到大量 都是用主要是木的傢俬 来配搭 另外颜色方面 都会主要是深木色和白色 做一个配搭 木材深浅问用得然 能够带出和式的感觉 单位不大470多尺 一入圆关已经比整道木柜长包围 然至开放式厨房 同样以中式作为主式 原木餐桌顺理成章 放在厨房旁边 损失贯彻全屋的主调 餐椅和餐桌配合 颜色相同之外 连椅背部形线条也一致 另一边长身挂上 以木材框起的全身镜 既可以成为通往大门 一幅白色长身的点缀 也有着阔阔空间感 客厅的空间不算阔落 原用日式风格 深木式的电视柜 啡色的梳化 连窗帘也选用大地色系 梳化背后设置多个由拓门的色柜 确保展示的珍藏不会封尘 其余大部分白色的柱墨柜 和木层架都在缘化挂墙 地下的空间可以随意放置画作 室内设计刻意不太工整 柱墨柜和层架有大有小 底部加刺满光 令到架上的装设更加突出 近老陀的一边 刻意设计出实用有特别的木梯 楼梯每一级都有储物功能 又细心加装木扶手 梳化后面 其实本身是另一间睡房 现在升高了 很明显做了一个角楼 可以慢慢跟我上来 其实看到这里 我们多做了一个楼梯 一方面当然是上来这个角楼的一个通道 另一方面当然 亦都是帮它增加了很多的收纳空间 上来之后看到这个角楼的设计 就是一个日式的设计风格 你会看到很多条纸的纹理 还有有个位置 我们特意帮它量身订造 就是好像去到日本餐厅 平时的脚就可以伸到进去坐 现在一样 我们就做了一个好像榻榻米的设计 角楼的空间不是密封 坐在书桌前面 同时可以看到电视 左右两边以木条纸形成小屏风 身后也都善用这个空间 做了一个很大型的书柜 因为他们两位都有很多的书 所以他们有时在工作的时候 随手在后面就很方便 可以拿到好像一个资料库一样 也有时又可以坐在我这个位置 欣赏着一个很美的风景 可以喝杯东西 拿一本书出来 休息一下看看也很舒服 因为我们要留意一下 两位户主的高度 因为都想令到他们的第一个楼 虽然未必是完全能站直 但都因应他们两位的高度 尽量去满足这个需要 而且在楼下做一个储物室的时候 尽量可以上下平衡到他们的高度 令到他们舒服些 去享受这两个空间 主人房设计简洁光芒 白色配木色 架设一级地台增加收纳量 床头柜同时可以作为梳妆台 下面楼空可以盘室移座 地台面盖特别加入瓷石 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整幅揭起楼叶 旁边高置天花的衣柜呈曲 呈曲尺形 加大加居家储物量 直播流动 直播流动 іл� 传媒 碎 小 孟 sm